歡迎大家再次歷領我們立客屋的美食教室 那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美食呢 名字叫做大豐壽 那主要就是以一些基本的這個 出的糧食為主 那因為它富含有這個 比較多的這些維修 有十分的食材 那不需要整個調味 那我們可以用康哥呢 一次就可以把它做到好 然後上桌 然後大家都可以吃到各式各樣的食物 這種食材 那可以多元的補充生物 那今天我們這個食材 南瓜 然後綠米 這個玉米呢 可以用白玉米 也可以用黃玉米 也可以用水果綠米 然後這個芋頭 那因為今天我們買的是大芋頭 所以我們擺切買 如果你在市場上 有買到這種小的蜜奶的話 你也可以整顆洗乾淨 跟皮一起蒸 然後這旁邊是馬鈴薯 那馬鈴薯的品種很低 有紅皮的有白皮的 那還有紫薯 就紫色的這個斑薯 那普通的地瓜也可以 但是因為這種顏色 通常他們營養學家說 你顏色比較鮮豔的食物 裡面比較多的瓷化薯 可以提升你這個他們的化 可以功能 所以我們今天呢 主要的食材是有蒸其中 但是如果說你喜歡 其他的這種煮 糧食的話 你也可以一起參加進來 比方說你可以放點花生 或者是馬鈴薯 就像一鍋蒸 蒸起來以後 別人會吃 那現在我們先把鍋子裡面的水 先燒開了以後 我們陸續的 把這些食材放下去 那比較不容易熟的食材呢 就是切小塊 容易熟的食材可以切大塊 我們就用一個乾爐鍋 然後裡面放一個蒸醬 然後一續的把這個食物 擺放進去就可以了 我們先把 放的是芋頭 把鈴薯先放完以後 我們放芋頭 芋頭 芋頭放完了 可以放玉米 這個就是一鍋到底 一鍋上桌 這個烹調起來十分的方便 然後我們把這個紫薯 紫色番茹 這些都是連皮一起蒸的 因為這個皮也有很豐富的營養素 我們把這個紫薯放下去 然後最後放下我們的南瓜 好 這邊還有一個肉網 自己往內把它放下去 好 都擺滿了之後呢 就把你們蓋子蓋上去 大概蒸15分鐘就可以了 好 那保持它這個水滾 然後火旺 蒸15分鐘之後呢 我們這個大工之後 已經完成了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脖子呢 可以直接 從把火洗掉之後呢 可以直接放這個 去乾燥彩服場面 可以直接想到這個 放這個 非常好 好